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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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Joseman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金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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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談金子哲學第59條 動機至善 私心了物 我想我們人生在世要建立各種不同的成就 如果說我們想要有一項崇高 遠大的這種理想 那我們必須要先問問自己 這個動作 這個計畫 是否出發點是良善的 如果我們內心當中有一點惡的成分在裡面 那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沒有辦法完美 有歷史上很多的個人或者企業或者組織 為什麼都可以一直將影響力一直傳達到現在 就是因為他們始終不管在組織裡面或是內心當中 都有著良善的動機 我們談到企業經營 企業領導人自己就必須要真正的充滿著良善 在內心當中當然就必須要有著更高的要求標準 來要求自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過往很多的大企業 竟然會出現了很多的漏洗 不管是做假帳 更嚴重的是竟然有些做食品的奶粉的一些企業 用足以為害這些消費者的生命的一些原料來製作 只是要個人跟企業的利益 那這樣的行為其實就沒有了良善 我們的動機必須要真正的自善自美 才有辦法來成就我們每一件事情 對內 對於自己的員工 對於自己的夥伴 對外 對於消費者 客戶 甚至這個社會 都不能有失心 如果你的內心當中是不良善 失欲失利 這樣子 其實對自己的企業 甚至對自己 這是不對的 更何況 你如果只為了自己的利益 在製作產品的時候偷工減料 或者在提供服務的時候便宜其事 那這樣子充其量 你只是做對了一半事 如果你有失心 滿腦子只想到自己 身為企業主 只是想到自己到底有沒有獲利 而不會去思考到我的員工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企業當中 得到他們所應得的幸福 我們常講 我們身為企業主 建立企業的目的 第一個目的 就是要讓員工的精神跟物質 得到幸福 如果一個企業主 一昧的只有私心 那怎麼可能給我們自己的員工 得到幸福呢 所以我們必須要實時注意 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做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充滿的善心善意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計畫 都必須要先問問自己 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良善 是不是出發點 是無私的 這樣子 才能真正的讓我們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思維 甚至做法都能沒有偏差 企業也才能一步一步扎實的來向前行 企業主都必須要在自己內心當中 自爭自善 並且能夠為自己的員工 為這個社會來奉獻心力而無私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次繼續聊哲學吧